請搭 請搭 你旁邊比這種有趣的 OK L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Yoyo 我是小美 這裡只有真心話 沒有打冒險 好有默契喔 我從來沒有想過是突破的問題 沒有想過要突破什麼樣的演技 因為 在表演的這個路上 太浩瀚了 極限就是不能到正面全裸 就是不能到正面 那我也是 對啊 不然還好沒有極限 對啊 演技如此 浩瀚 是不想工作的時候還是不想演戲的時候 對啊 不想演戲的時候 沒有 沒有 有好劇本都會勾起那個演戲魂 工作沒有包含演戲啊 比如說我們採訪算是工作啊 對啊 但是我們今天還是很開心要採訪 知道要採訪就超開心 好快樂 對啊 真心話喔 真心話 對啊 我覺得他還是保有很大男孩的部分 我希望他能繼續保持下去 然後我覺得他的小孩 他太太一定會很幸福 我其實喔我覺得應該是會有不一樣 但這個不一樣因為 現在就是可能孩子還沒出生 我覺得我 感覺好像有一點點不一樣 但是 還說不出來 還說不出來 對還沒有看到 還沒有看到 然後還說不出來這樣 但我覺得自己 可能在心態上面 或者什麼的 感覺有一點點不一樣 哎唷媽呀 沒有關係 謝謝 已經很開心 但是我覺得 對但我覺得 重點是 小美她 突破了一個 喜劇的一個 這樣子的表演 真的就是 我看完 上次看完首映的時候 就是我對小美心中 充滿了佩服 對 因為我 對我來說我覺得喜劇是一個 非常困難的一種表演 第一是你要讓人家笑 是非常不容易的 對 第二是你要讓人家笑完後 還能夠哭著離開戲院 這又是更難的一件事情 但我覺得 小美她真的是 完美的做到這件事情 對 所以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她在 這一次的表演上面 跟 有沒有拿到這個獎 對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她拿下她自己的這個狀態 我覺得過程 過程有很多學習 對 自己呀 絕對是自己 張孝全 對 不是 不是 為什麼 這不是一個競爭的 就是我 到現在 我真的就很納悶 到現在 還有人會看著我這樣 真的假的 張什麼張啊 張張張張 I feel so sorry for you 到現在還有人這樣 對 因為可能因為我們兩個人 太好了 然後玩的東西都一樣 然後我們兩個是同期 一起出來的 對 所以真的現在還是很多人 她的鏡頭說你是楊又寧 快點 我是楊又寧 對 好 如果你喜歡這部電影的話 麻煩在我們下面按訂閱 下面有很多連結 Yeah 跟張小泉講 就要來看電影 張小泉你是 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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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恭喜你楊巴 然後我這樣 然後爸爸是張孝全 然後後來他反應是 對 然後 然後另外一個人拍到 我就跟你說是張孝全 我說我不拍了 謝謝 掰掰 掰掰 你就沒拍了 沒拍啊 幹嘛拍 不拍 生氣走人轉頭 好帥喔